动漫界的舔狗千千万 却唯独只有废羊羊才是真小宠 之前总以为汤姆猫才是舔狗界的天花板 毕竟都牵了麦生气 也还是被女神瞧不上 结果看完全集才发现 人家这顶多算是渣男失手 原来在追求女神之前 汤姆什么漂亮的小母猫没撩过 妥妥的渣男组饰演 再说被误解更深的双面龟 前面人家所有的努力 可一点没浪费 最后不但赢得了女神的芳心 而且还获得了真爱之吻 别人欺负你若想无能 却忘了在观点时刻是你顶身而出 田狗可是想都不敢想的 就连喜欢蓝兔的黑小虎 那也叫一个不卑不亢 在被拒绝了几次后 他起码还知道生气 恐怕也只有正男 才能和费羊羊一较高下 果然狠起来连自己不骗他 那才叫真正的无敌 萨贝宁临场发挥的一段话 就足以证明 央视是真的不养闲人 当我国顶级眼科手术专家 王立宁院士在节目中谈起梦想 脸上满是遗憾落寞的生情 您原来是想当一个画家 但是当了眼科医生 画家无非是把这个世界 画到画布上 但是哪一个画家 能够把这世界所有的颜色 都画出来 如果您用您的艺术 真的让一个人 从黑暗中走出来 当他睁开眼睛 看见这个真实的世界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颜色 最美的画面 都是您最棒的作品 要知道这一段 完全在台本之外 没有任何的排练和缓冲 一个满分答案脱口出 萨贝宁的及时救场 不但宽慰了奋斗一生的原始 更将这个节目 拔升了一个高度 无独有偶 身为央视门面的董青 在担任主持的时候 多次遇到行动不便的老兵 他也是丝毫不拖泥带水 立马俯下身用半跪的姿态 自然而然地完成裁定 这不仅是对英雄乐的尊敬 更是对主持人这份职业的负责 来自新疆的尼格满提 也是再次展示了什么叫做专业 当别人都喊迪丽热巴时 只有他能叫上来人家的全名 有请迪丽热巴 迪丽莫拉提 谢谢迪丽热巴 迪丽莫拉提 祝贺各位